来到9月5号星期六 欢迎收看新闻产先报 我是凯旋 因为雪兰儿和受污染 而暂停操作的四座绿水站 昨晚10点半左右恢复操作 雪州水贡管理有限公司指出 一些地区在今天下午开始陆续获得水贡 而雪州大臣南都市里阿米鲁丁也宣布 土地局将下令肇事工厂恢复土地原状 业者必须在期限内清空土地和拆除建筑 阿米鲁丁今天召开记者会指出 土地局将在下周一发出通知函给肇事工厂 勒令恢复土地原状 而施拉阳市议会也已经勒令该工厂停止运作 如果业者无法在期限内清空土地和拆除建筑 州政府就会出手拆除 现在我们已经向下令肇事工厂 他也说当局已经检查了53个共和附近的工厂 尽管主要嫌犯已经被逮捕和延扣 但州政府也要确保该区没有其他污染源头 会导致绿水站被迫暂停运作 此外阿米鲁丁也说 雪州水务管理公司预计在今天午夜恢复50%的水供 但他呼吁民众给予配合 一旦水供恢复后不要大量存水 只是使用所需用量 否则将导致其他地区延迟获得水供 雪州水务管理公司发文告指出 受影响的用户将会分为三组 从即日起至9号陆续分阶段恢复水供 预计在本月9号的早上6点全面恢复供应 涉嫌排除柴油污染水源 导致巴生谷超过100万个家庭用户断水的 机械工厂4名负责人 昨晚被警方逮捕 今日起延扣6天筑查此案 更深的是 这家工厂已经不是第一次污染水源 之前就曾经被罚款6万令吉 雪州总警长拿督诺阿詹证实 这4名华裔嫌犯是兄弟 他们在父亲逝世后 接手管理涉案的机械工厂 落网嫌犯年龄介于50岁至60岁 警方是昨晚分别前往他们的住家进行逮捕 4名嫌犯今早被带到雪州市来养法庭申请延扣 而涉事工厂也曾经因为引起 河流污染被罚款6万令吉 没有想到再次犯下同样错误 另一方面 雪州伊斯兰党青年团今天号召民众 青年团团长哈纳菲指出 从2018年至今就发生了超过20宗类似事件 导致雪州子民几乎每一年都要面对河流污染和水源危机 他希望雪州政府必须重视这项课题 面对突如其来的断水二号 雪龙七个县共120万水供用户措手不及 正好昨天下午就开始下雨 许多人为集水出尽法宝 包括出动家中水桶 儿童游泳池 小型水槽和大型水罐去装雨水 也有人形容这次真的是望天打救 雪龙一带断水使民众陷入困境 一些地方昨天没有水车派水 民众只能自己想办法 除了一窝蜂冲去超市便利店 大量购买矿泉水和食用水 有些也选择在酒店居住 有人也趁着周末直接回乡 免受断水困扰 很多住家前都放有水桶水罐 希望下雨时可以存起雨水 至少可以冲厕所和洗重要衣服 网友也在社交媒体自嘲 有没有的冲凉就得看老天 吉隆坡昨天下午就下起连绵大雨 旧巴生路一辆豪华多用途运动型修旅车逆向行驶 和一辆国产卖威相撞后 竟然还踩油门把卖威继续推钱的视频在网上流传 引起吉隆坡交警注意 并主动开档调查 要求赵霍司机和女受害者尽快现身协助调查 社交媒体这两天疯狂流传一则视频 可见一辆豪华汽车在逆向行驶 与一辆卖威相撞 随后豪华还不断踩油把卖威推钱 完全不顾其他公路使用者的安危 最后在公众的贺令下才停止了这个疯狂的举动 现场也听见麦威女司机的尖叫声 短片中可见 当时下着大雨 道路两旁都是塞车缓缓行驶的车子 当时很多民众停下围观 有人呼叫麦威车主赶紧下车和拉手杀 避免车子被撞开 现场也有人拉开wowwow车门 并称久未扑鼻而来 至于是否醉驾就交由警方调查 换个焦点 双溃电动火车和三节车厢的电动火车 昨天下午6点半左右 在靠近雪州矿车站发生碰撞 导致一名乘客手部受轻伤 当时电动火车正从丹荣马林车站 开往商西茅诺车站 而双溃电动火车则从巴东雾沙 前往吉隆坡中环车站 也有网友在IG分享 当时车厢内的乘客都吓坏了 有人也试图安慰大家 索性最后都平安无事 来看社会新闻 骗子无处不在 但没想到拜神的金银衣址和祭品都要骗 一名华裔女子要求相熟的神料店老板 先送上500令吉的祭品 但货到不给钱 之后还找各种借口推堂 迟迟不还钱 神料店东主最终报警处理 更意外揭发女子到处行骗 神料店东主李先生指出 这名女骗子曾经光顾她的店三四次 每次消费100到200令吉之间 所以8月1号当天 女子说她不方便出门 要求她先准备祭品 她也没有怀疑对方 她说要收钱时 女子说自己身上没有现金 晚点会转账给她 她也不宜有她 但最后女子聚听来店 她知道自己受骗了 店主之后在面子书分享自己的遭遇后 发现女子在全国多州涉及诈骗案 很多网民都是受害者 她都是用相同的行骗手法 就是和店主混熟后订货不给钱 中招的商店各式各样 包括美容院 美甲电 微整和民宿等等 因此她呼吁各行各业都要小心 外国在发生工厂爆炸事件 英国伦敦一家化学工厂 周五清早发生巨大爆炸后起火 蘑菇云和火球直冲上天 地面也振动 周边住宅遭火事侵蚀 当地至少200人被紧急疏散 英国肯特群北部的霍镇附近 一家化学工厂爆炸 大火燃烧了几个小时 并且越演越烈 损坏了驾于空中的电缆 造成不少住户断电 当地居民也形容 好像经历了一场世界末日般的噩梦 仿佛贝特鲁港口大爆炸在当地上演 不过英国官方指出 大火已经受控制 但还没有完全扑灭 暂时没有人员伤亡 针对新冠肺炎疫苗进展 世界卫生组织预期 疫苗接种至少要到明年中才会普及 并强调将严格审查疫苗效力和安全性 世卫表明 虽然各国政府都很期盼 尽快供应疫苗对抗病毒 但是目前没有一支疫苗达到世卫要求的效力 因此世卫不会为了不安全没有效的疫苗背书 而俄罗斯宣布将在8月领先全球 推出首款新冠肺炎疫苗卫星V 根据全卫医学期刊刊登的报告指出 该疫苗确实可以引起人体免疫反应 且负作用温和 但依然需要长期和大规模的实验 才可以彻底验证 国际疫情方面 法国中午单日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逼近9000宗 疫情继续加速反弹 这个确诊数目在欧洲国家排名第二 仅次于西班牙 法国官方当天的累计确诊病例高达39156宗 此外 印尼的儿童少年新冠肺炎病死率是全球最严重之一 根据官方数据分析17岁以下印尼人的新冠肺炎病死率为0.9% 比疫情最严重的美国高出45倍 这也代表印尼至今受感染的1607名孩童中已经有145人病逝 对此印尼儿科学会会长阿曼说 儿童少年病死的主因是治疗太晚和并发症 厄瓜多尔最大城市瓜亚基尔附近的普纳岛出现一头巨大的坐头巾 在岸上搁浅 当时坐头巾已经奄奄一息 民众想尽办法进行救援 最后几十人合力将坐头巾推回海中 新闻的最后就为大家送上坐头巾可以回到海中畅游的感动画面 我是凯旋 晚安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电视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